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乔治·艾伦 正在争取维吉尼亚州的选票 包括亚裔美国人社区的选民 他的核心主张就是振兴经济 我只是希望确保 无论任何背景 种族 宗教信仰 每个美国人都有平等的成功的机会 这是美国的承诺 他的民主党对手蒂姆·凯恩 在犹太社区中心发表讲话 我深信可以赢得人才竞赛和经济竞赛 教育 员工发展和移民改革 都是赢得人才竞赛的核心 艾伦和凯恩都曾任维吉尼亚州州长 他们在竞争即将退休的参议员 吉姆·韦伯的席位 韦伯在2006年选举中击败艾伦 政治分析专家费尔·沃拉克说 今年参议员竞选的关注点 与总统竞选的关注点是一致的 对全国和维吉尼亚州而言 都是就业就业就业 所有的候选人都想表达他们的党 有办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今年要选出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三分之一 共和党需要取得四个议席来控制参议院 共和党候选人密苏里州的托德·阿肯 和印第安那州的理查德·莫多克 对强奸和堕胎议题的评论 照致广泛的批评 已经损害他们当选的机会 同时一些民主党候选人的竞选情况 好于预期 民调显示 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挑战者 伊丽莎白·沃伦 比现任共和党参议员 斯科特·布朗更受欢迎 在维吉尼亚州 民调显示 艾伦和凯恩旗鼓相当 很明显 两位候选人的参议员席位之争 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 维吉尼亚共和党人退休军官 威廉·霍夫说 他们干劲十足 乔治·艾伦和罗姆尼的价值 体现了美国移民的价值 努力工作 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 凯恩的支持者希拉·莱文说 如果总统奥巴马再次当选 将会需要民主党在国会的合作 现在我们是如此的两极化 如果国会有更多民主党人 奥巴马也许可以做成一些事情 候选人凯恩承诺和双方政党合作 找到他所说的 在华盛顿已经消失的共同点 艾伦说 这次选举将决定 参议院两党的力量平衡 维吉尼亚州的选择 也将是美国的选择 和我们的未来 的确 维吉尼亚州的选民 可能会对美国的政治走向 产生重要的影响 BOA卫视报道